promise的语法 其实我理解应该不用再演示 但是我们照顾一下 就是对promise不是很熟的的同学 我们再演示一下吧 如果以后再遇到promise的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只演示这一遍 我们先定一个函数 叫loadimage 然后把src写进去 另外这个演示的环境 还是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环境里面 我是把之前代码给删掉 当然你可以把之前代码存一份存下来 把这个index.js的里面删掉 重新写就行了 好那我们开始定一个函数 然后letterpromise 复制成newpromise newpromise就是一个实例 你看这个newpromise 这个promise肯定是个class 这是一个实例 好最后呢我们肯定是 不管这个newpromise里面传的是什么 我们最后返回的肯定还是这个实例 我们就这么写上 当然你直接写上return 直接这么写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为了看得更直观一些 我们就这么写 然后这个newpromise里面呢 我们要根据promise规范 我们要传一个函数进去 这个函数呢 要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是result 第二个呢是reject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定一个 image document.create element 好image点unload 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啊 因为这unload就不再说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result result就是传的这个函数 证明这个image加载完成了 加载完成之后就是result就解决了嘛 然后把image传过去 然后image点unerror 然后reject error就是错了嘛 我们就拒绝 就是reject reject突然一个信息 图片加带失败 好 最后一步 我们把image点rc分成rc 这块应该就不用说了 OK 这个函数就已经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 我们先写一个src 就是一个图片的地址 我这儿预线弄了一个图片的地址 当然这个图片地址 你随便写个什么都可以啊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let's result result的复制成loadimage 我们把这个src给传进去 这样的话这个result 因为它这儿反馈的是promise 所以说这个result的结果的值 肯定是一个promise 都换几号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promise 最经典的zen语法 zen然后传入一个函数 函数呢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image 因为我们这儿result的时候 把参数写成image 所以说我们这儿可以接受一个image 我们这叫alert吧 alert 位置 宽度是什么 宽度是image点位置 好 这个时候要returnimage returnimage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后面 第二个点在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也需要一个image 这样的话 你returnimage 就会把这个image传到这儿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可以 再去打印 继续使用image 打印这个hate image点 hate 好 最后呢我们搞一个catch catch就是捕获异常 捕获异常 就是说 万一这个地方是走到rnr里面去了 reject 如果是这个信息过来的话 我们也会捕获掉 或者说执行promise的时候 任何有语法错误 这儿也会捕获到 异常 我们就这么打印一下 好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我们到那个控制台 控制台我们还是运行之前的这个npm run dev 稍等一会 OK 位置等于100 hate也是100 完事 这个图片 大家看宽高是100 没有问题 好 我们再继续回顾一下 之前讲promise的目的 就是 这儿我们可以写成part1 第一个z里面 第二个z里面 我们可以写成part2 也就是说 所有的单一值得原则 就是part1和part2 完全分开 相互不干扰 如果是需要新增功能的话 这个地方肯定要加 第三个点 也是image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写成part3 当然我们如果这个地方 想用image的话 那这儿肯定也是returnimage part3 part3我们可以 alert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alertimage.src 或者就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 当然之前PPT也提到 这个地方是用 我一保存这个地方 就重新刷新了 这儿是通过这三个点 来演示单一值得原则 和开放分别原则 演示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封闭 但是实际工作中 你可以通过模块化 把这几个逻辑进行拆解 如果逻辑更加复杂的话 拆解到不同的文件中 模块化我们这儿就不演示了 但是大家如果想看模块化的话 我们会在 讲完所有设计模式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案例 就是统一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小例子 来演示怎么去 用几个常用的设计模式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有模块化的演示 OK 那到这儿呢 我们的代码演示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PPT里面来 最后还剩一个总结 我们看一下 总结其实就是把这几个设计原则都列出来了 我们再简单的过一下 单一值的原则 开放封闭原则 这两个我们刚刚演示了 理事这款原则的意思就是说 复类出现的地方 子类就能出现 子类要覆盖复类 接口独立原则 就是接口既然要保持功能的一个统一 不要出现那种胖接口 就是一个接口 接很多功能的这种情况 依赖刀制原则呢 就是开发的时候要依赖于接口 或者依赖于抽象进行变成 而不是依赖于具体 当然我们之前说过 这后面的三个呢 限于这个GS的使用场景 以及GS的约法特性 它用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呢 这个道理 它说到这个意思 但一定要明白 而且万一后面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后段的东西 你虽然做一个前段工程师 但是说哪天让你做个后段 那你就去尝试一下吧 这个时候呢 后面的三个就能用它